目前特朗普以及特朗普政府高层成员正在敦促美国学校在秋季重新恢复面对面授课 但教育工作者、家长和社区对此表示反对 因为很多州新冠病例还处于激增状态 据美媒报道 当地时间28日 美国第二大教师工会宣布 如果美国在不能保证教育工作者健康和安全的情况下重新开放学校 该工会的170万名成员将会举行罢工活动 该工会主席兰迪温家腾在演讲中呼吁工会成员保护自身权利 他称教师联合工会应该明确一点 教师们如同医疗工作者那样将为学生和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安全而战 如果当局不愿意保护工会所代表的教师群体以及学生的健康和安全 他们不排除采取安全罢工的可能 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 对于教师联合工会的发声 美国教育部发言人安吉拉·莫拉比托28日回应称 没有人说教师不安全 教师联合工会不要假装威胁罢工是在关注安全 儿童或是公众 如果工会真的关心 就应该做些对学生和教师都有意义的事情 比如帮助学校安全开放 现在全美各地不找教师都在就秋季开放学校的计划进行抗议 由于可能会违反当地法律 他们还没有正式开始罢课 不过国家教育协会主席加西亚表示 没有人比教育工作者更希望看到学生返回教室 但涉及到安全问题 他们就不会放弃任何选择 教育工作者已经做好了不惜一切代价的准备 温家腾表示 由于此前特朗普强硬要求复课的态度 许多教育工作者又生气又害怕 他们正在辞职 提早退休或者写遗嘱 28日教师联合会通过的一项决议 要求学校制定安全措施 包括保持物理距离 佩戴口罩 为设施消毒 以及对建筑通风系统进行必要的更新等 此外 工会还提出学校只有在所属社区 日均感染率低于5% 传播率低于10%才能开放 但纽约时报指出 全美各地满足感染率和传播率两个条件的地方 基本不存在 即便在美国10个最大的学区中 也仅有两个地方满足两个条件中的一个 另外 美国一些教育专家预计 他们需要数千亿美元 才能让学校做到安全开放